陕西周治的一间铁匠铺 因为制作各种古代兵器 而远近文明 为了能寻找秦军强大的秘密 我来到了这里 是不是方天化级 薛平贵哪里 薛平贵 你这都是唐代的是吧 故事里常说的刀枪剑戟 俯乐勾叉 这里应有尽力 明白了我的来意 铁匠师的铁匠铺 师傅说作为陕西人 他要特意为我打一把 最能代表大秦的武器 那究竟会是什么呢 王师傅 您这做的是什么 这叫铁 根据那个秦始皇 裴马俑炮 又木性 någonting 他在这个橋ḡ 鳗的那个蛤蝊子打 你的根据在 行李皇墳 兵马俑 合作为陕西人 没错 我要寻找的 就是这种曾经在两千年前 所向披静的 秦军的长歌 我们在这儿去看几件很珍贵的军事文物 这就是歌 这种光亮是当时就有燃油的 对对对 出土就是这么光亮 经过分析的我们也有一层个人养发物 我们在图片上也看到这个 但是真正点对点 还让人兴奋不一样 用镀铬来形成防锈膜 这项一直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才有的高科技 早在两千多年前 就已经被秦人用在了秦歌上 这种技术为我们封存了秦军武器的原貌 这个饼是这么装 后边也能够使用 因为你看它这个角是非常重力 对 可以勾 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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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对 这个武器综合的 反光刺人 那么秦人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兵器呢 有人说 鸽就是从像镰刀斧头这样的农具 发展而来的兵器 只要将其固定在长柄上 用它进宫就像农民用农具一样简单 这对于世代耕种的秦人来说 上手再容易不过了 另外 当时的鸽都是用青铜做的 在青铜等价货币的那个时代 做一只鸽的花费远远少于刀剑 这样才实现大量普及 在战场上 步兵手持长鸽 恰似抡起锄头 筑击天下 车兵挥舞长鸽 宛如在麦田里收割 横扫千军 当时没有任何其他武器 可以像鸽一样 既有强大的威力 方便使用 又造价低廉 利于普及 所以只有鸽 才适合装备 大秦横扫六国的百万之师 是两千年前真正当之无愧的致命武器 应运而生的歌 是秦人最得心应手的选择 而在同一历史时期 罗马人也通过一次血的教训 找到了适合他们的武器 这里是古罗马决斗士学校 下面我带大家去看一个秘密 这是一个罗马短剑 历史上罗马人曾经使用过各种武器 可就在他们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时候 没料想却被使用这种短剑的西班牙土著 杀了个骗甲狐狸 那么他到底厉害在哪呢 这个剑罗马人把他修了 成了罗马军队 竞争格斗的一个有力武器 原来这种西班牙土著的短武器 正是罗马军团寻觅已久的克敌法宝 面对当时欧洲主流的长枪方阵 罗马人吃尽了苦头 而经过在西班牙的失败 他们顿悟了破解之法 那就是接近敌人 以短克长 事实证明 笨重的长武器在近战中 完全不敌灵活多变的短剑 当时这种反潮流兵器的出现 对于罗马的敌手们来说 是非常致命的一些 自那时期的千年帝国历史 这种短剑 便一直佩戴在罗马将士的腰间 虎人云 空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只有武器得心应手 才能在战争中 发挥自己真正的实力 无论是大秦的长歌 还是罗马的短剑 古代东西方战士们 都做出了最适合自己的完美选择 这是他们成为战场王者的 博尔法文 然而要成就任何一支无敌铁军 只靠一件武器 还远远不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